当俄罗斯入侵 乌克兰人在街头奋战保卫家园的时候 在中国大陆网站上却出现了侮辱乌克兰女性的声音 乌克兰媒体将这些内容翻译后在国内报道 引发乌克兰人的愤怒 一段在网上广泛传播的视频显示 在乌克兰的留学生呼吁国内网友不要伤害同胞 对乌克兰落井下石的各种信息在网络传播 而有中国民众举牌呼吁停战的消息 却遭到当局的阻拦和封锁 至今 中共当局对俄罗斯入侵乌克兰没有任何谴责 并反对西方制裁俄罗斯 2月24号 俄罗斯入侵开始 中共驻乌克兰大使馆通知准备分批撤侨 27号又通知局势太危险 不能展开撤侨行动 大纪元采访了一名乌克兰留学生冯军 他表示大部分人要求回国 他们已经填写了回国的撤侨登记表 但还没有撤侨的具体时间 根据中国媒体的报道 约有6000名中国公民在乌克兰留学和工作 新海人记者宇婷总和报道 新海人记者宇婷总和报道